哈囉 歡迎觀眾朋友跟我一起加入今天的國際PLUS談全球 我是節目主持人譚一倫 好 節目一開始我要先來介紹今天跟我對談的是記者葉偉誠 偉誠好 一倫好 公關朋友大家好 好久不見偉誠喔 真的 今天我們節目上又要講一個 大家可能這兩天都很想見到我們 因為他們想知道烏二戰爭的最新戰況 沒有錯 因為現在普利可欣居然敢反抗普京喔 真的是命很大 而且他現在似乎已經往白爾去囉 那偉誠幫我們分析一下目前的最新動態是什麼 好 目前最新動態看起來像是說 這個瓦格納雖然說他們有叛變 但好像都已經完全全身而退 所以也造成了普京的政權好像有一點點的動搖 先看一下這個結果論 那結果就是說 普里格金他現在的刑事罪名全部都被撤銷了 然後俄羅斯政府也不會起訴叛變的瓦格納成員 那普里格金就直接搬去白俄羅斯 至於沒有加入叛變的這些瓦格納成員呢 就可以簽約然後加入俄國的國防部 雖然我覺得本身這句話蠻吊詭的 因為就是沒有參加叛變的瓦格納成員到底有多少 可能應該也不多啦 我想應該是這樣 但是那個普里格金他在叛變的時候他有特別提到 他對這個國防部是很不滿的對不對 因為他在前線作戰的時候 質疑這個國防部都沒有給他們足夠的軍援還有後援等等 對所以就是他對這個蕭伊古是特別的不喜歡 那另外還有他也是有對這個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是有一些質疑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結果是什麼是他他他引起他叛變的主因 這兩位呢都沒有因為他想要抗爭而被解職 也就是說呢普欽他並沒有對普里格金的核心要求來進行任何的一個妥協 不過這兩個人也被外界說好像從這個普里格金叛變到普里格金收手的這段期間 這兩個人都遲遲沒有現身過 對但是呢這個蕭伊古他今天呢就現身了 是好像被安排現身就是特別要安排他去這個前線去視察 因為是這個俄羅斯的這個新聞社發布的一個影片 那想要跟大家說哎我們沒有沒有軟禁他哦 他還好好的目前為止啦 好那我們看到那個當時這個瓦格納的這個集團 他們其實是有指導南部的這個軍事總部 而且他還在過程中有擊落一些俄國的飛機 還殺死了數位的空軍 但是這就顯現了一件事情 好像正規的俄軍也沒有堅決的想要去制止 這個瓦格納集團的叛變的樣子 對 那現在普里格金呢 雖然就是依照這個協議他要搬去拜俄羅斯嘛 但是看起來因為畢竟這個整個瓦格納集團 他本來就是一個他們的首腦 似乎還保留一點對這些他原本這些瓦格納兵力的控制權 看起來他們是不會被俄羅斯股防部來真正的被收編 對所以這是不是玩兩面手法也是值得注意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事件判變幾乎是在24小時內就結束 就是他們當地時間6月24號普里格金 他判變就一度不是接近莫斯科嗎 但是把俄羅斯的這個總統介入調停之後 他就帶領的部隊離開了這個原本他們佔領的這個羅斯托夫 羅斯托夫也看了一下這個位置 我覺得地理位置蠻重要的 他其實在俄羅斯領土 但是他在亞蘇海的東邊 那算是俄羅斯的南邊部分 好那當然這個羅斯托夫 後來就看到你看這個比較佔領的情況 就是有很多的這個軍事設備在裡頭 對 好但是這個二新社就說 現在所有的交通限制都已經解除了 所以公路上面都已經可以再繼續運行了 但路透社有說這個莫斯科跟圖拉地區的一個M4高速公路 仍然是有交通限制的 所以看得出來這個普里格金現在雖然已經到了白俄 但恐怕俄羅斯還是蠻緊張的 對 美國有一些專家說這個眉頭一皺也不太單純 常常這個李組長眉頭都要一皺一下 因為他有這麼容易就放過嗎 那或者是這到底有什麼背後的盤算 恐怕要後續會比較了解 好但確實這個普里格金結束了只有一天的叛變 但相關舉動也已經讓很多人覺得普清的政權 可能出現了一個破洞的情況 好那俄羅斯的這個首都莫斯科在26號這天是繼續停班停課的 那還有一個俄國的風暴Z的士兵 對於普里格金馬上就收手 他們說很錯愕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也被背叛了 舉高手熱烈鼓掌 瓦格納領袖普里格金撤離時受到英雄歡呼 這一幕成了普清掌權23年來最丟臉的一刻 普里格金原本只差200公里就到莫斯科 儘管叛變只維持一天 但莫斯科至今維持反恐機制 26號也繼續停班停課 民眾坦言心情很複雜 普里格金 普里格金戲劇性收手 另外俄國雖然宣稱不追究普里格金的罪行 但當前的俄國情勢裂縫已經產生 到底高官們人在哪成了最高機密 立陶宛總統也擔心白俄羅斯 若真的接納瓦格納領袖普里格金 北約組織務必睜大眼 關注北約東側的安全 立陶宛下個月將主辦北約峰會 俄羅斯情勢發展勢必成為討論焦點 緣新聞綜合報導 瓦格納集團的叛變 這個再為24小時就結束了 真的是一個很短的時間 對感覺就像是台北高雄一日遊 而且要搭高鐵才會時間比較聰明 沒有錯 但是呢這麼短的一個叛變 對於他們俄羅斯還有普京來說 好像這個潘朵拉的盒子已經被打開了 雖然當然最後的結果是因為有白俄羅斯出來挑停 那就是說現在普京的政權已經度過 它是最危險最危急的一個時刻了 因為反正總是叛變看起來是不會繼續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時間軸 是瓦格納集團在6月24號的時候倒戈 然後甚至是有點劍職 就是我要衝進莫斯科要攻進首都囉 然後他們還奪下了南部的司令部 但是最後因為和談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撤回他們的營地 也就是給了俄羅斯有一些整軍的時間 等於他們已經錯過了 就是他們其實應該要在叛變就是這樣 應該要在我宣布要叛變的時候 立刻衝進去不要給別人時間準備 所以他這個措施就已經就是給了俄國很多 整軍的時間 他們也沒有辦法再跟俄羅斯政府來一較高下 但是這個叛變行動失敗 對於莫斯科政權是有很大的震盪的效應 再首先就是其實真的是差一點有釀起內戰 因為原本在聽聞這個消息的時候 原本還想說普京對自己人會不會用核武呢 就是有一種想法想說 會不會突然就真的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 就已經對普京的強人的形象有點傷害 還有這個瓦克娜集團 本身就是靠著普京的扶植 然後才拆起來的嘛 那他也為了俄羅斯在前線戰爭的時候 有很多的貢獻 沒想到他現在反過來政變了 也加劇了這個大家這個俄羅斯政治的猜忌 是 最後其實因為普里格金他本身對於 俄羅斯政府的這個質疑是指控是非常強烈的 因為不幫忙前線的那種感覺 也會造成其實俄國境內自己的人民 人心跟思想的混亂 所以就好像是打開了一個潘朵拉的盒子 會不會留下一些後續效應 對我覺得這對俄羅斯人民來說 真的是潘朵拉的盒子 為什麼因為之前的戰場一直在烏克蘭 很少在俄羅斯 在最近烏克蘭反攻的時候 才會有零星出現在俄羅斯境內 但沒想到自己人卻打自己人 這真的可能才是讓現在俄羅斯人民才說 啊戰爭在我家門口 不是在烏克蘭嗎 結果這個想像的東西就會覺得特別奇怪 好那這個瓦格納叛變 我們剛剛就講一夜就落幕了嘛 那這件事情對於烏克蘭來說 到底是不是好事 我們來看一些分析 像是有人說這個事件 對於俄軍的士氣已經造成了影響 所以會讓俄軍的內部混亂跟分裂 這是一定的啦 因為怎麼會自己原本還蠻有力蠻有功的 這個軍隊軍團 這個雖然是傭兵喔 但是也是算他們一部分嗎 怎麼會自己人打自己人呢 那這件事情出現之後 在俄羅斯這邊會不會他們在烏克蘭的行動 就會出現了真空 那烏克蘭的反攻機會是不是又更大呢 我們看到烏克蘭現在是往烏東還有烏南在進攻 那會不會因為俄羅斯要趕快回到自己的領土 然後以防這個內戰 他們會不會又把一些兵力調回去喔 所以這可能在烏克蘭這邊是一個反攻的大好機會 那金融時報則說 瓦格納清軍策的行動失敗喔 其實這件事情對於內戰啊 政權更迭還有對烏克蘭戰爭崩潰的部分 可能都會有影響 不過隨著他失敗之後這些又好像看起來又沒了 可能又有所掌握 好那當然軍事情報局的切尼亞夫喔 他說烏克蘭創造出利用敵人 注意力分散和士氣受損的機會 他們自己會把這一點用到極致 也就是他們真的是要趁著敵人免疫力很低的時候 趕快來進攻 好那專家說喔 不太看好普琴 他說普琴已經成為了他自己遊戲中的人質喔 因為這場仗可能會因為這個出現了一個很大的轉捩點 好那當然這個瓦格納傭兵的一日叛變 也給了烏克蘭的反攻機會 烏克蘭國防部也證實喔 在周末的時候烏南還有烏東有發起多線的反攻喔 他們是希望利用這個機會趕快來把這個 俄羅斯前線空虛的時候收復更多的領土 那也要切斷俄軍的後勤補給 打贏這場戰線的基礎 子彈連發在烏克蘭炸波羅勒前線 烏軍特種部隊仔細搜索每寸土地 絕不漏掉一個俄軍蹤擊 所以我們必須他們一旦敷衍 讓他們感覺到他們在家裡 一周前俄軍還在當地打挖戰壕 結果被烏軍趕跑 現在只能在外圍空襲烏軍四十處據點 烏軍新解放的兩個城鎮 能讓烏軍往亞素海在推近六公里 朝切斷俄軍後勤目標努力 但眼前還有不小阻力 不過俄羅斯在周末發生瓦格納傭兵叛變 還是給了烏軍扭轉戰局的契機 烏克蘭副方長表示 烏軍趁俄國內亂 已經在巴赫姆特等地奪現反攻 也已經取得進展 烏克蘭人更樂得拿爆米花看好戲 甚至期待俄羅斯高官和軍方 往內互打兩敗俱傷 畢竟烏克蘭大反攻並不如想像中順利 俄羅斯局勢變化當然可能改變戰局 我認為烏克蘭軍 應該要重視兩方面 第一是 集合在美國國內 和軍方的力量 讓他們勝出 他們必須攻擊 烏克蘭軍 剪掉烏克蘭軍 讓烏克蘭軍 只是沒想到在瑞典知名的 格羅納倫的遊樂園 周日的時候發生脫軌的事故 那這是一座30公尺高的雲霄飛車 最高時速可以達到90公里 但是這個雲霄飛車的部分車廂 卻在運行的過程中 有部分脫離這個軌道 最後釀成一死九傷 到遊樂園完刺激一下 遊客恐怕沒想過 雲霄飛車真的有可能突軌飛出去 可怕的意外發生在瑞典首都 斯德哥爾摩的格羅納倫樂園 園內閉完的Jet Line 雲霄飛車周日上午發生突軌意外 至少造成一死九傷 傷者包括孩童 由於正值瑞典人放暑假 園內擠滿了西家代券的遊客 全部嚇壞了 出世的雲霄飛車鋼軌高 30公尺 以最高時速90公里高速行進時 卻發生脫軌意外 當時車上有14人 部分車廂甩甩出去墜落 另外一部分則是卡在軌道上 這座雲霄飛車1988年啟用 2000年時曾大修過 每年有100萬人次乘坐 為何這次出了意外 原方毫無頭緒 出人民的遊樂園已經有140年歷史 設施推陳出新 相當受到歡迎 園內大小雲霄飛車總共有8座 如今發生死亡悲劇 是機械故障還是人為因素 尚待調查 TV陳宗報導 接下來Google Trends看世界 要帶你來看到的是 各國網友都在討論什麼話題呢 我們用Google Trends 帶你來熱搜看看 各地網友的關鍵字 我們第一個看到美國 這個偉城幫大家分析一下 美國關鍵字是天使隊 因為是關注美國職棒大聯盟的消息 那個科羅拉多洛基隊在25號的時候 在主場迎戰洛杉磯天使 但因為這一場比賽可以是說 就是大家會覺得很吃驚的地方是 科羅拉多隊真的失分失太快了 因為天使隊在第二局搶下兩分之後 第三局的時候 洛基隊的投手就大崩盤 然後就有連續安打 還有四發拳的一檔 我看到一局丟到13分啊 對就是這個分數流失的快 快之快是當這個球迷可能也會覺得 怎麼會這樣 可能就是可能在第二局的時候 就覺得差不多今天就這樣了 可以關電視囉 可以先離開了 那最後就是總是最後天使 是以25比1來大勝這場比賽 那當然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他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打出了很大的分數 很高的分數 所以根據統計這個天使隊在這個比賽裡面 他可能是在現代的棒球規則成型以後 第一支在兩局以內 就合計攻下20分以上的球隊 那其實也有一個小 算是一個冷知識 大家可能 有些球迷可能會知道說 洛基組場是這個庫爾斯球場 他本身台拔比較高 而且他有一個稱號叫做打者天堂 就是說有一些強打者可以在這邊打出 更高更深遠的全壘黨 對 所以我想 看美國都很關心這個棒球的議題 沒有錯 而且尤其天使隊 感覺就是算是蠻厲害的球隊 所以要跟什麼對打 都會成為大家熱搜的關鍵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英國 英國的熱搜話題是Russia 就是俄國 不過跟瓦格納事件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剛才前面已經講了很多 就是瓦格納這次叛變的風波 雖然這個24小時 其實我當時看的時候 我還想說 哇 瓦格納怎麼突然這麼有guts 結果沒想 一叫起來已經 已經徹退了 他已經回到了白俄了 好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喔 其實這件事情 在白俄羅斯盧卡申科的斡旋之下 還好在普京的心裡應該想說還好吧 對不對 避免了流血 但剛開始普京不是說要出來電視演說的時候 我還想說 哇 普京會不會趁這個時候講說 我們對烏克蘭戰爭先停手 因為國家現在有內亂 我還以為會是這個走勢喔 果然我不是普京我猜錯 好那當然後來這個美國媒體CNN有說 普京的這場演說是預錄好的 說不定他預錄完之後 人就不知道要跑去哪裡了 因為他也可能擔心 萬一攻進克林姆林宮他要怎麼辦 不是說他的私人專輯也有搭走嗎 所以客公這邊也是講的曖昧不輕喔 好那當然這件事情 當然全球都很關注 那紐石也報導說雖然這個兵變已經快速落幕 但人人代表這是繼1991年 蘇聯強硬派意圖要推翻 當時領導人哥帕西夫的政變失敗 還有1993年時任俄羅斯總統葉爾欽與國會決裂以來 俄國權力階層最激烈的動盪 他們說這對普京的傷害還真的不小 所以這件事情全球都很關注 對我相信不是只有英國啊應該每個國家都在熱搜的排行榜 好我們現在來看到日本他們的關鍵字是南方之星 那他是他們日本的國民天團 那他們在這個月的25號已經迎來他們出道的45週年了 但他們在出道45週年之後 他還是一樣睽違這四年發布了新的歌曲 而且還宣布說要將在9月底的時候 連續舉行四天的演唱會 然後舉辦地點在神奈川縣的毛崎市 那這是他們出道曲中 就歌詞中提到最多的地方 他們就選在這邊 因為這也是他們這個整個團體的一個故鄉 但我稍微查了一下 那這個成員大概平均是67到68歲 所以他們在宣布這個話題的時候 其實他們也有自嘲說我們其實都是準高齡人士了 那以這麼高齡的 也不能這麼高齡的 就年紀比較資深的一個狀況下 對 然後他們還願意出來說 我們要開四場的演唱會 連唱四天 那當然一定是讓所有的歌迷都很開心 對 講到球迷 因為每次熱搜關鍵字都是體育相關 所以歌迷對這個很有期待 應該也是蠻想看的 所以成為了日本的熱搜話題 接著我們來看南韓 南韓的熱搜關鍵字是李若淵 很多這個台灣的民眾可能對他真的不了解 他其實是南韓的一名政治人物 大家說他之前其實在2021年參選總統失利 他們黨內就失利之後 他以訪問學者身份到美國一家智庫來做研究 所以有些報導上面會說 他結束為期一年的美國留學 但是我看到留學我想 嗯 他是學生嗎 就不是啊他的年齡是比較年長的 他其實是去做研究 好 那韓國共同民主黨的前黨魁 他是前黨魁叫李若淵 他回到南韓了 然後在25號這天他說 他有要履行未完成的責任 所以很多人解讀他要展開他的政治活動 那他就講到國家是在困難中有這個責任也不會再離開 會一直陪伴大家 那他話鋒一轉也對於隱錫越政府有所批評 說現在韓國的各個方面都在崩潰 包含了出口疲軟還有經濟不穩 要求隱錫越政府要重新檢視執政方向跟外交的關係 還有喊話日本這個停止排放核污水 要尋找替代方案還說美國跟中國應該要更尊重南韓 所以看得出來他這個意圖蠻明顯的 對於總統大衛可能是想要問頂 對想要問頂 但他之前2021年我剛才不是說他有參加過這個黨內的初選嗎 當時跟他競爭的就是韓國最大的在野黨共同民主黨的黨魁 應該說還不是黨魁的李在明 然後後來他們兩個在2021年的時候就有競爭總統 那後來是李在明獲選嘛 那李在明在跟隱錫越隊的時候李在明又輸了 那選舉結束之後他就去美國 是這樣子的一個來源 好但是他現在對於這個總統大衛似乎又拋出了一些訊號 也要看南韓人民對他喜不喜歡 那有沒有買他單了 對他這個他剛提到這個南韓的困境 我們等一下會後面會提到 對而且尾城最近是專家 好我們現在先等一下來看到香港他們的關鍵字是國泰航空 那香港國際機場在24號有一個國泰航空編號是 CX880飛往洛杉磯的航班有出現了一些飛航的事故 他在起飛之後然後就過程中有發現這個尾輪有一次爆胎的狀況 所以就必須終止起飛這件事情 那這個飛機回到地面上之後呢 這個機艙的逃生門就被打開了 所以大家其實知道那個機艙的逃生門是在陸地上會變成溜滑梯 然後在海上會變成船的 所以當那個他飛機上的門就這樣推出去之後 已經變成滑梯的時候 就是要逃生嘛 所以很多乘客就有人急著說 飛機會不會怎麼樣會爆炸會不會出現危險 所以就趕快爭先口後的想要滑下去想要逃生 結果就是很多人都疊在一起 然後還有人就是頭下腳上的方式這樣滑下去 對就是相當危險 還好就是大家有蠻多人受傷的啦 就是上面原本有17名組員跟293名乘客 其中11個人是受傷到他們可能覺得自己需要送醫 所以他們都送醫治療了 不過現在比較還好是說大家都沒有這個生命危險的狀況 但是在看那個現場的照片的時候看到一個蠻 就是也很難去形容的是什麼樣的感覺 就是因為其實滑梯這邊沒有拍到 滑梯在比較後面的門是打開的 但是前面商務艙的位置是連空橋的 所以我覺得商務艙的人應該是優雅的走下去 所以還是有一點點差別 對好這是香港的熱搜 我們來看台灣 台灣的熱搜話題 你可以看到後面寫著高雄氣爆 其實高雄氣爆是在2014年發生的 為什麼會搜尋高雄氣爆呢 其實跟上週六的竹北氣爆有蠻大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上週六竹北氣爆真的是讓大家都嚇壞了 因為有一名少年16歲他是最嚴重 91%的燒燙傷 而且這件事情不算是人為 有點算是意外產生 就是裡面這個管子有一個異物進去 然後造成他的壓力過高 所以那一天禮拜六的早上就砰爆開了 好那當然新竹瓦斯公司只有和社區聯繫 有沒有實際到現場勘查 有住戶這樣指控 他們說對比2014年高雄氣爆 當時造成了32人死亡 321人受傷 那當時起因是地下石化管線腐蝕 導致丙溪外泄 不過這起竹北氣爆 意思是因為管線飄入了異物 內部的壓力上升發生了泄漏 雖然兩者的狀況不同 但一旦出現異常都可能危及民眾的安全 所以這件事情也讓很多的住戶在開始想說 我們一直是生活在一個這麼有危險性的狀況嗎 而且瓦斯有時候是濃度很高你才會聞到味道 那如果是沒有到那麼高的時候已經在漏了 那你都不知道你萬一開火就爆掉怎麼辦 好那當然後來這個竹北在這個最近又發生說 好像也有地方有在漏瓦斯 那這件事情就必須要引發重視了 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新竹瓦斯公司你要不要把全線的部分都趕快檢查 否則真的像是一個不定時炸彈 那如果是馬上立即性的就很多人 是因為這起意外而死亡的話 哇那就更不得了 對這責任沒有人承擔得起了 對但是希望這個少年真的有奇蹟出現 然後讓他平安順利的康復出院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到新加坡關心的還是泰坦號 那他們這次關心的話題可能不是泰坦號本身 是他操控的這個搖桿 好就是在這個探索鐵達年號的潛水艇泰坦號發生事故之後 因為是五個人都沒有人生還嘛 那因為這家公司的創辦人曾經有告訴媒體說 他們泰坦號上面是使用邏輯科技的遊戲手把 對其實我有在第一時間看到CNN有播這個訪問的片段 然後大家就是針對這個遙控器也是相當質疑 當下的時候在拍影片的時候就很質疑了 但還是 對啊因為是想說這是我家客廳會出現的一個東西 它出現在一個這麼精密的儀器上面 攸關上面所有人的性命 然後上下左右圈插三角形 就可以操控一台潛水艇 那大家都覺得很問號 但是其實專家有說 不只是這台潛水艇 就連美國的核潛艦也是使用搖桿來操縱 但他們是用Xbox 360的這個這樣子的搖桿 總是另外一個品牌啦 對希望不要影響到股價 好那因為他們是說這樣子操控的方式是比較直觀的 因為我們可以直接看到方向 那也許它可能那幾個符號有設定一些功能 所以是上手的時間會比較迅速一點點 而且它因為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它只要30塊美元的搖系搖桿 平均價格啦 那跟那種直升機式的搖桿 可能需要38000美元 比起來當然是便宜很多 所以就使用這樣子的東西 在這個核潛艦或者是潛水艇艦 可能是一個蠻常見的一個狀況 對但到底安不安全現在應該要再想一下 因為我看很多的這個分析都有講說 這個遙控桿好像不OK不OK 但問題是如果真的不OK 為什麼當時還可以下水 它一定有被認證過嗎 所以這個是不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還需要來被關注一下 好我們看完Google Trend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要來聊這個 烏克蘭的大反攻喔 好我們現在這個圖爬上是說 可能會拖很久 確實喔 因為這個連瓦格納傭兵喔 可以在24小時之內就收手 可見普欣也是蠻厲害的 那這部分有沒有白俄 中國大陸之後面的一些 迎武者在起舞呢 我們要跟大家來進行分析 好我們先來看喔 澤倫斯基其實在5月的時候曾經說過喔 他說當他們的士兵數量跟士兵的士氣都好了 就緒之後他們就可能會來大反攻 但他當時是講說裝備還沒有準備好 然後呢還講說士兵接受新武器訓練 但是還有沒有交付的軍員 那這個是在5月的時候講的 但我們現在看得出來 烏克蘭其實在多點已經在進攻了嘛 這個烏東啊這個烏南 甚至現在這個俄羅斯 是不是面臨一個真空的狀態 也是一個很好進攻的時機喔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有沒有符合 澤倫斯基所說大反攻的四條件喔 第一個他說要保障 烏軍大反攻所需要的炮彈供應 我看之前美國已經有給蠻多喔 各個國家都有給各類的對不對 好那提供超過150公里的射程中長程導彈 甚至還要解決烏軍前線後方航空的需要 以及要確定提供西方戰鬥機給烏克蘭 好確實西方有要提供給烏克蘭戰鬥機 但是還沒提供喔 這可能是稍微比較弱的一個空防部分 好那看到美軍這邊講說 其實美國跟國際都已經提供了600種的武器彈藥囉 所以他也曾經跟澤倫斯基講過說 欸你們已經擁有了一切 你們獲得的軍演其實比一切現在 這個全世界的任何一支軍隊還要更強 聽起來是這樣 是嘛對不對 因為所有的資源都到了他們的身上去嘛 就是希望他能打贏普親 好那當然官方宣稱說喔 目前看起來的反攻行動是分成三路 但是有情報單位是說喔 看起來是有六個主戰區在進行喔 但是反攻部隊喔也很坦承說 其實現在對他們來說負擔是有點重的 那我也有看到一些相關報導說喔 這個烏克蘭大反攻真的是已經開始了 那什麼時候算開始呢 有人說六月六號那一天 所以應該是六月初的時候喔 在那邊零星的有一些打內亂 不是內亂 有一些戰亂的時候 就應該是他們已經出其不意的開始了 只是普里格金更加令人出其不意喔 所以普京可能連想都沒有想到 好那當然烏克蘭的反擊戰 目前到底是不是已經白熱化了呢 我們當然希望這個趕快進到終局之戰 對 因為越快進入到終局 這個世界的秩序會比較回穩啦 你看我們這三年期間已經被新冠肺炎疫情 弄得亂七八糟了 對 就在新冠疫情的末期喔 大家以為經濟要好軟了 結果沒想到出現烏尔戰爭 那這個原物料的東西喔 又非常的缺乏 所以整個局勢是亂到不行 好但我們來看到烏克蘭的反攻作戰 他們最激烈的地方喔 我們先看到這個烏東的巴赫姆特 這一直都是瓦格納遊兵集團 勢必拿下的嘛 我看六月初的時候 這個瓦格納不就說他們已經完全佔領了 然後就說要撤退 那是不是在這個時候 這個弗里格金跟父親之間有一些些問題喔 好那還有這個烏南的札波羅熱 以及烏東的盾內刺客喔 這是這個烏克蘭反攻作戰 比較激烈的區域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這張圖喔 這個是烏克蘭的全境圖喔 包含了巴赫姆特 還有利曼希克 以及馬林斯基喔 這些都是一些反擊的點 那你看為什麼會這樣子 很零零星星喔 感覺就是遍地開花有沒有 問題就在說西方人士 有發現烏克蘭似乎是 多點多方向的在反攻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也不知道 俄羅斯最脆弱是哪裡 所以當然就都試一下都試一下 如果這邊太強我們就撤 如果這邊不錯就繼續往前攻 確實這也是他們目前能做到的 好那俄羅斯這邊喔 則是在6月18號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定期戰報啊 他們說24小時內轟炸烏克蘭 欸真的是蠻可怕的喔 戰機空襲 飛彈襲擊 還有多管火箭 你看多管火箭高達51次 所以這看起來什麼 在戰爭白熱化的階段 雙方都會要一進一攻嘛對不對 也會有退也會有防守 這個雙方都會有非常高的戰損 所以雙方的傷亡都會非常慘重 尤其烏克蘭 為什麼 因為烏克蘭要反攻 反攻要打贏別人 力道一定要更強 就例如像我跟韋城兩個人打架 好我如果今天先被韋城打了一巴掌 那我要反攻他 我一定是更大一拳 要讓他把你倒地 你才不會再起來 再打你一巴掌 再打我一巴掌 對就是這個味道啊 所以現在烏克蘭跟俄羅斯喔 雙方其實都沒有吃得很開 但烏克蘭可能再稍微辛苦一點 但剛才不是有講嗎 這個烏克蘭應該是全世界最厲害的軍隊 因為所有的軍員都已經給了他喔 那現在是不是能靠著這一波普里格金的叛變 讓烏克蘭的反攻可以多一點進展喔 把俄羅斯的氣勢壓下來 這個是比較關注 那我們持續帶大家來進行後續的觀察 好那當然烏俄的更多焦點 我們要看到說 那美國到底還會不會軍援烏克蘭呢 現在蠻多人有這樣子的疑問喔 因為美國感覺有點想要收手了 對 說西方國家也在請烏克蘭說 是不是要思想思考一下這個和談的部分喔 好我們問到的是中山大學的中國與亞太區研究所教授 郭育仁教授幫大家分析 我覺得這個Zelensky跟西方的民主國家 現在產生的分歧我覺得主要是在所謂的反對於反攻的定義啦 因為對西方民主國家來講 他們主要援助烏克蘭的目的是要寫出烏克蘭自衛自我防衛嘛 對 並不希望這個烏克蘭或Zelensky把戰場擴大到俄羅斯 甚至於擺俄羅斯嘛 對 所以對於美國跟其他的西方民主國家來講 到目前為止的援助 對於烏克蘭的自我防衛他們認為已經足夠 像Zelensky提出來的四個條件嘛 就是說他所謂的全面性的反攻的四個條件 第一個要有足夠的彈藥 那這一點已經被美國的將領還有西方民主國家的將領所否認 認為說他們已經提供超過烏軍所需要的彈藥量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Zelensky強調的 那第二個Zelensky強調的叫防空系統 那這個防空系統的話 其實以美國為主提供的其實也是已經足夠了 因為到目前為止尤其在這個戰場後方 並沒有再發生像戰爭初中期 去年或去年底那種大規模的空襲的 俄軍的大規模空襲行動現在已經做不到了嘛 對所以對美國來講這個防空系統的提供其實也已經做到了 那第三點這個Zelensky要求要先進戰機嘛 那美國跟西方各國其實也認為他們也都已經提供了嘛 那只是說提供的數量沒有多到可以讓 乌軍在這個戰場上甚至於可以奧衛 就是超越這個俄羅斯的空軍嘛 是沒有到那種程度 可是自我防衛的數量是已經足夠了 那最後一個Zelensky要求提供短程的飛彈 150公里左右的飛彈 那這個部分 飛彈的部分其實就有 就相對有比較大的爭議 因為飛彈它畢竟不是一個offensive 不是一個defensive的weapon 不是一個純然防衛性的武器嘛 對所以Zelensky提出的這四個要求 我認為說在目前的戰場的狀態來講 我不認為說西方民主國家 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民主國家 會進一步的再提供更多 或更高階的武器給烏克蘭 可是這並不代表說美國或其他的民主國家 會停止或大幅度的減少對烏克蘭的軍援 我不這樣認為 因為畢竟現在戰場的形態是 大概烏軍每天可以推進100公尺200公尺 他是慢慢的在把這個 俄軍逐漸的壓縮回這個烏東 甚至於邊界地區嘛 對所以對於這個西方民主國家來講 目前的戰果 現在的戰場狀況 對他們來講是可接受的嘛 對就是俄軍的攻勢 並沒有再一步進一步的這個途徑 烏克蘭的領土之內 我不知道伊倫有沒有發現 最近台灣南韓觀光客特別多 對 好像走路走到哪邊 因為我是來到韓國了嗎 我以為我已經回來了 我上次去濱江市場啊 發現很多南韓的觀光客也會去那邊 IG追蹤一些hashtag 然後就是可能就是說 例如這個XX水產是明電 對了我要講還有板橋鄰家花園 也超多南韓人 因為他們會穿旗袍去 然後我有點意外 我想說哇台灣都不太去鄰家花園 可是南韓卻是一個hot點 對 就跟他們有很多景點 他們我們會去 但他們可能自己也覺得我們去那邊很奇怪 再分享一個好了 我有一個南韓的朋友 他來台灣玩的時候 他參加了一個太魯閣一日遊的行程 很厲害 他可以從台北一日遊太魯閣去花蓮 普里格金都可以在一天之內撤離了 這OK的嗎 現在看起來有普里格金這個潛力 應該在一天內做任何事都是正常的 就像現在有一個行程是 就是先玩太魯閣然後晚上去住高雄 這也是一個最今天台灣的熱搜 很辛苦 對真的很辛苦 那現在南韓大部分的人都已經出籠 就是說出國遊玩 像是來台灣或是去日本 那我們現在來看到 其實南韓政府也會很擔心說 大家會不會都把錢花去國外 例如給我們 那當然是很好 但沒有刺激他們的內需市場 對 如果內需市場沒有起來的話 他們這個國家的經濟也會衰退 所以他們政府就宣布說 這個六月是他們的旅行月 要刺激文化旅遊消費 還有各個地方的經濟 就跟我們在疫情期間有發過蠻多次的 例如像是鼓勵補助那樣子 就是一個房間一個晚上 自由行的話補多少錢 團體旅遊補多少錢這樣子 預計在今年消費券的部分 上半年要發90萬張 下半年有10萬張 所以我們看到他們在六月的時候 如果你預定民宿 就是住宿類的這些設施的話 消費五萬韓元就可以 就大約一千一百五十元 可以領到三萬韓元六百九十元的台幣的優惠 大概半價左右 對 但是我必須說來 我去韓國蠻多次 應該沒有一個房間是一千一百五十元 沒有這麼便宜 而且 我覺得以這個 就是他補助的這個數字來講 如果他就是一個房間就是補助六百九的話 比台灣還少一點點 對台灣可能還高一點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 遊樂的設施呢 如果你購買門票 在七月底以前 會送你兩百三十元的優惠券 那當然也鼓勵大家到一些地方消費 在五月到六一號 這已經結束了 在韓國的十二個廣域市 還有到預訂住宿 消費七萬元可以領五萬韓元的優惠券 但我發現一件事他們這個補助的方式都不是發現金 就是他也不是說 欸直接把你花的錢折掉 他是給你優惠券 希望你再更多的去消費 那因為剛好我是五月底到六月初的時候去收爾 然後還有釜山 因為釜山特別是釜山是廣域市 那廣域市就是可能比較像今天台灣的直轄市這樣子啦 然後我去釜山的時候是確實有發現有非常多的南韓人 自己都從各個地方然後來到這邊玩 可能去廣安裡啊 或是去海水浴場等等之類的 所以他們的國旅啦 對所以看得出這樣子的優惠 還有這樣的優惠券對他們來說 可能還是有一些刺激國內觀光的這個需求 那當然南韓的這些可能消費者玩得很開心 企業主會不會現在還在一個頭兩個大呢 因為大家就很擔心說那現在好像整體的這個 全球的景氣的狀況都不太好 像是南韓的營收前六百大的企業 他們對於經濟的前景看法是非常悲觀的喔 因為他們有進行這個 南韓的企業總聯合會 他們有對他們進行一些企業信息主速的調查 那他們已經是連續15個月就是平均都是低於基準線 我們看到樂觀基準線基本是100嘛 那你只要比較高那就是對景氣有信心 那現在對景氣有信心的只有汽車跟運輸設備 還有製藥以及非金屬礦物 但是我想他們是對景氣非常不樂觀的產業 那他們的這個半導體產業也是非常的強 那他們依靠這樣子的產業 支撐其實可能整個國家的GDP非常的多 所以他們最重要的產業之一現在不樂觀 那好像真的是他們的這個景氣 也跟台灣一樣就是可能要再加油一點點 那我們來觀察到2023年的這個5月1號到20號的這個 出口額是下滑16% 那進口額也是年減15.3%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已經入到一個貿易逆差的一個狀況 然後達到43億美元 也就是主要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全球經濟 晶片的這個需求是非常的不穩定的 對應該已經是功過於求了啦 所以就變得有一點點報應逆差了 對啊可能就要再等到說 欸除非你的晶片或者是有一些通訊設備 或者是AI等等之類的裝置需要更強大的晶片 你也真的弄得出這麼好的晶片的時候 也許這樣他們這個需求才會再繼續增加 才會看到更好的經濟的前景 那這個經濟不好好像可能也會連帶的到影響到房市對不對 對一定啊所以房市他們現在有崩盤嗎 對他們從去年年底的時候 應該是說大概從前年的時候就開始有一些跌幅出現了 就覺得這件事情好像在台灣不太可能會發生 其實我們一直以為2023年第一季就會有房價跌的感覺 對但感覺欸怎麼越來越高 對因為我們朋友就是他們就是可能從疫情前看房 看到現在房子越看越貴 對從那時候大家單子用搶的 預售屋用搶的 然後已經蓋好的也是用搶的 二手屋也是搶的很誇張 那時候還有看到那個屋主要面試房客 不是房客是下一位買主 就想說他是要來幫你工作嗎 就有什麼好面試的 對啊所以台灣的房價稍稍比較怪異一點 對韓國他們這邊呢 好我們這個韓國的經濟其實在過去是非常的強大 在整個亞洲算是蠻領頭癢的 在2013年起大概有八年的時間 因為經濟本身很強 然後房價也是長年的高不可攀 但在2021年開始 所有的公寓都開始出現了三到四成的跌幅 然後成交量也奏減七成 我可以看到這個跌幅三到四成其實是一個很高的跌幅 因為三十到假設你一個房子一千萬跌三十到四十 那就變七百了 對那就好像變成說我的 就像以前日本經濟泡泡化是一樣的 還有次貸風暴的時候一樣 我的房子變這麼不值錢 那房貸我還要繼續繳嗎 就是大家可能會出現這樣子的疑問 那所以現在我們也確實看到 過去我們也討論過韓國出現了很多的像租屋詐騙 就是可能 對對對 把你的那個押金全租房押金全部都拿走 好我們看到其實有四個原因專家分析說 造成韓國的房市崩跌的一個狀況 因為他們出口是連八個月負成長 然後再加上因為大家壓力也都很大嘛 那賺錢不容易 然後他們也是一樣就是 小孩生的少 對生的很少 創下1981年來的一個新低 那他們的數字是 就是生育率是低於一的啦 那就是可能接下來就快要生不如死了 那還有就是全球生育就是大家都面臨台灣面臨到一個問題 房貸利率升高 還有國民的債務是提高的 因為生育的關係 所以就是大家的購物意願都非常的低 他們就是有陷入一個狀況是 當大家不願意買的時候 供過日求的時候 房子是會降價的 那可是台灣為什麼沒有出現這樣的狀況 就大家也好期待可不可以出現一下 拜託一個月就好 那這個台大經濟系的經濟系的教授 林向感還是有分析喔 因為台灣跟韓國的 南韓的狀況是不太一樣的 台灣的有錢中小企業比較多 當底線翻轉的時候 他們就會把錢拿去投房地產 要不然原本可能存在海外 或是存在股票裡面 那有時候他就拿出來 投資一下房地產 就在房產低迷的時候 所以一直有熱錢在支撐台灣的房價 價錢就一直降不下去 就變成說總是有人在買房 總是有一些中小企業在進入這個市場 我覺得教授說的是有道理 但我覺得應該不是根本原因 因為你看四個原因 韓國房價崩 這四個台灣都有 對 所以為什麼台灣沒有崩跌 我覺得應該是有一個看不見的手 只是不知道也不好說是哪隻手 那就只能請我們的政府要加油 要聽到名義 我們年輕人真的是很辛苦耶 只能住爸媽媽的錢 真的 還要不然就是媽媽的房 還有就是要不然你要付每個月房租 很貴 很辛苦 而且我們的薪水又沒有增加 這也都結構性問題 我們一個串一個 所以台灣的治安這麼差 所以大家才要玩 一連串的 好這就是上半場的國際普遍三圈球 希望你喜歡 下半場有主持人陳向如 帶你來看中國觀察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